从中国飞人变成国人口中的飞人,我们欠刘翔一个道歉坛到当年比赛,刘翔不禁哽咽,国人欠他一个道歉坛到体坛,绝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那简直就是黑人的天下,其实这样说,也并非没有道理,因为身体结构的差异,黄种人很少有可能能够在体坛上战胜黑人和白人,但是,这个神话却在中国被打破了, 一个体坛天才的横空出世,在田径场上战胜了所有人种,一跃成为世界冠军,这个人是谁呢?他就是体坛天才刘翔,他于83年出生,是上海人,小时候的他非常调皮,据他父亲说,他整天都跳来跳去,就像得了多动症一样,有一次还跑到铁道旁,独自一个人爬上了战台,把他的老命都吓掉了一半,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孩子,却创造了体坛界的神话,第一次成名是在雅典奥运会上,当时获得了冠军,一夜成名,成为一颗新星,刘翔接下来的表现,让国人们都感到非常的满意, 因为他接二连三的打破纪录,真的为国人带来了无比巨大的光荣,他总共参加过48场的世界新比赛,其中30多场是得到了冠军的,甚至有一次打破了世界纪录, 据他回忆,当时在国人骄傲的同时,他自己都有些自负了,甚至认为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比得过自己,他还自嘲道,如果当时有人泼他冷水的话,或许他现在就不会有这样的下场了, 接下来的几年是刘翔处于低姑的日子,他留下了非常多的伤病,以至于在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举办上,刘翔都没有在自己的家门口立功, 这在当时刘翔遭受了很多抨击,所有人都觉得他是故意这样的,或许他自己根本就不想要参加这次的比赛,这让刘翔感到非常的无可奈何,有苦难言,处于对北京奥运会自己缺席的自责,刘翔发愤苦练,终于在一段时间之后又达到了原来的水平,正当大家满怀期待希望刘翔可以在伦敦奥运会继续创造奇迹的时候, 刘翔又因为突然的跟剑断裂再次退赛,迎来的又是所有网友的冷酷抨击,他说经过这些事情,自己也总算看清楚了一些人合适,现在看来,刘翔是多么的伟大,希望能够还他一个清白,他是我们中国的榜样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